早安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6月9日 星期三 今天是香港革命的兩周年 革命開端的兩周年 反送中運動的高潮 這一節要跟大家說說香港 其中一個搞屎棍 名副其實的搞屎棍 不只是搞屎棍 還把那個地方變成到處都是屎棍 這個就是元朗18鄉鄉市委員會的前主席 梁福元 整個黑幫人物的樣子 這件事 擺明 就是替北京顏眉 竟然官地變市坑 沒錯 這件事在顛污祖國 很明顯都是官地 中國大陸 只有 官方 強賊 叫你的 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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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竟然有香黑 霸佔官方的土地 還要把它變成 市坑 這絕對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其次大辱 簡直是違反國安法 顛覆國家政權 要拿去槍斃 或是浸在市坑裏面三天 你怎麼容許這件事發生 應該把全家 罰在那裏 浸了三天才可以拿出來 好像醃了三個小時 好像醃了三天 讀新聞 讀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延期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目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效備頻道 月費贊助 元朗 18鄉鄉市委員會的前主席梁福元 他的兒子和侄女 經營了大堂有機生態員 年輕一幅屬於大嵐郊野公園的臨地 兩年前被人非法陷伐 挖出一個相等於標準詞的巨型屎坑 吸汗車每次駛入生態園 穿過園區道路 直底屎坑 倒市 經過兩年日漬月累 這個屎坑幾乎滿捨 原本美麗的郊野 變成一督屎 鳥耳花鄉 變成臭氣氛天 蚊營為患 村民大表不武 擔心疫情肆虐之下隨時大爆疫 梁豐原承認借路倒市 並大事化小認為問題不大 非常過分 事源巨型屎坑 在大堂有機生態員的後山 根據這個承規會證實 牽涉的地點 就是屬於這個 第二大的大嵐郊野公園用地 漁龍自然護理署的網站 就說這個是郊野公園 和特別地區分佈地圖 顯示 就是大嵐郊野公園的範圍 有村民爆料 原來兩年之前已經被人搞了 竟然被人斬了 然後在那個地方挖了一個大洞 擺明就是 鄉黑霸佔這個 官地 其實郊野公園 嚴格來說就是等於官地 其實 鄉黑經常都做這些事 之前他們是霸佔了一些農地或官地 用來建貨櫃場 就用來賺錢 有些就用來做停車場 總之擺貨 就租給人 因為他們沒有本身什麼霸佔 這些全部都是由鄉黑經營的 這次不單止做貨櫃屋 不單止做貨櫃場 這次還要做屎坑 你平時巴黎做貨櫃場也沒有那麼過罰 你現在擺明是在破壞生態 所有東西都不能用 一定是違反土地使用途 也違反成規 每一樣可以犯的東西都會犯 而且他有機會滋生一些細菌 甚至乎會吐出什麼病毒 害死人 為了賺錢 首先這件事一定是非法的 處理市 應該是需要有 特別的化學程序 去處理的 跟污水應該是一樣的 應該是要污水處理廠去處理的 有機生態炎勾出一些菇 沒有可能容許他這樣 擺明是 擺明是獨立王國 北京也不可能容許 但這些小事 你又要露飯 咬到上面知道 不是吧 這些東西 我想連誰駱惠寧也不想知道 你告訴他就要掌你嘴 這個駱惠寧是甚麼票 香港理館 你搞成這樣 你容許他 發生這些事 你又掩不住 你又擺平不住 你擺平不住 你擺平不住也還好 你不是說那些 收藏在地底 賣白粉在桌底盡 沒有人知道 你現在把他挖了一個屎坑 還要這麼巨型的屎坑 報紙的圖 那架車那麼大價 比起屎坑 拔腿跟牛腿 你想想 把梁福元含家浸下去 至少要醃三天 不是這樣可以嗎 醃完三天才會槍斃 這件事 他說梁福元出來解釋 他說影響不了人 問題不大 這樣也敢說出來 我們繼續說一下他怎麼說 記者目前去實地指冊 發現這裡樹了很多塊牌 尤其是地政處警告 政府用地不准佔養 傾倒 挖掘及耕縱 爲者會被檢控 但是整個臨池 依然被人開垮了 憤池的面積等於一個標準泳池 深藥十呎 經過兩年不斷間倒市 這些市已經滿了八成有多了 裡面除了有人屎 有畜生的糞便 也有些膠瓶 雜物 天氣一熱 更加好 更加恐怖 你的味道發揮出來 本來不想整個節奏說這個話題 真的太恐怖了 全部都是屎屎屎屎 真是太惡毒了 這個臭屎屎是梁福元搞出來的 真是這些人要側他吃屎的 都說丟他下去了 來這個 市客吳遠的大唐有機生態員 是梁福元的兒子梁明堅 和他的弟弟梁麗絲經營的 生態員向內保安而密 入口處 寫明外來車輛請負進入 門口有守衛把關 經過記者多次目擊 吸汾車 去到那裏就暢通無阻 守衛沒有跟司機收入場廢廢 即是自己有來 司機向記者透露 不知道這個汾池是官地 一切是生態員的一個總管華哥指使他的 每次向對方收100元作為誘費 他整個池收集了一些糞便 他說叫我賭這些肥料 打電話就說放了車進去 記者跟著再查 這個黃色的吸汾車就由大風貿易公司持有 這家公司主要從事加進批發 並非專業吸汾的 因為吸汾有些專業的公司會處理好一些東西 防止氣味散發出來 污染環境 還有有毒 這傢伙肯定就是 半途出家 賺了這些錢 老闆說蔡德里 是新界養雞同業 副會長 八鄉鄉市委員會的顧問 這些鄉黑 整件事就是鄉黑維持著他們那個沒有枉管的世界 彷彿國安法 政治選舉制度完善 所有事情都不存在 還有中美貿易戰和全世界被圍堵 每一件事 都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從來都不愛國 他們根本不是 忠誠廢物 他們一直都是為了自己賺錢的 他們純粹是自私的廢物 這些國家用不著的 這些國家應該扔下坑 活摘器官之後才扔下坑 還充公他們所有財產 愛國愛黨的人怎麼容許這些人存在 應該搞一場文革 把他們拿出來鬥地主 把這些鄉黑的 戴高帽 看陰陽頭 然後要吊飛機 要坐老虎椅 文革的東西 所有文革的東西都拿出來用 或者是櫃玻璃 現在政府不知道怎麼處理 地政署釘了牌 但是沒有人去執法 全部查到人的嘛 查到盲也知道是他 按照今天那些標準 你不是那些煽惑串謀 合謀 你穿了黑衣服 說你串謀 明知而故犯 他擺明有人守著的生態園 打個眼色進去 你跟我說他沒有關係 你真的確定是很認真說的 今時今日的標準 完全是不相同的 每一件事都 政府完全不做事 為你犯國安法 他 把一個美好的地方弄得臭 是嗎 簡直是 唱衰香港 拍衰香港 香港變成市港 香港變臭港 變臭港之餘 變成大屎客 將來元朗那裏是不是改變成大屎客 將來元朗那裏是不是改變成大屎客 大堂變成大屎客 那就差不多了 現在政府不做事就不行了 這一節我們暫時說到這裡吧 拜拜